你不怎麼說呢 他說有個兩位數 那麼他說十位數的 十位數字跟各位數字的合是15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舉個例子好了 我舉個例子 78就是這個規則 為什麼 十位數是不是7 各位數是不是8 所以7加8就等15 有 所以78跟87 是一樣的 當然出他之後還有別的答案 有啊有好多啊 譬如說 96也可以嘛 69也可以嘛對不對 有很多個嘛對不對 聽懂了吼 OK 這可以聽我講的東西 那麼他說 如果把這兩個數字呢 十位數跟各位數對調 好 所得的心數比元數大27 請問你元數多少 好 這個題目呢 我建議你畫框框 你講的前面這個是十位數 後面這個是各位數 會啦吼 那我們講這個十位數的部分呢 是x 那請問你 各位數怎麼寫 15-x 對 就是15-x 為什麼 你就想嘛 如果這裡是6 為什麼這裡是9 就等於15-9嘛 不是等於6嘛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啦吼 OK 好 所以你假設這個他 十位數是x 各位數是15-x 這個根本沒問題啦吼 接下來 新的呢 新的會數對調 是變成對多少 這裡是15-x 這裡咧 x 這樣會啦吼 所以 假設不難 難就難在劣勢 他說 所得的心數比元數大27 心數是他對不對 請問你 你如何表現這個數字 比如說 87阿倫 你如果成現87 是不是應該是80加7 就是80x加7嘛 也就是說十位數 怎麼辦應該乘10倍 所以心數怎麼寫 心數應該是 15解x要乘幾倍 乘10倍 然後將各位數造寫 這個是心數 然後呢 比是什麼意思 等於 等於元素 元素他 這個一樣 十位數乘幾倍 乘10倍 變成10x 加上各位數呢 就是15-x 然後大27 所以怎麼辦 他要加27 好所以 列式列完了 後面怎麼辦 計算吧 好 這個我順便給你看吧 10乘進去 變成了 150-10x 再加x 會等於 這個呢可以直接合併 10x-x 就變成了 9x 然後呢 加上15加27 就是42 這樣子 會啦齁 OK 然後接下來呢 呃 我會建議你 怎麼做 把x通通移過去好了 好不好 這也是-9吧 欸這也是-9x對不對 所以-9-9 -18x 然後呢 等於 42 減掉150 對不對 所以等於多少 -18x等於 負的108 對不對 所以 x等於多少 這個消掉 消掉 6 答案x等於 6 這個也告訴你經驗之談 這答案算出來一定是個什麼 整數 而且百分之百建議哪裡 0-9 因為不可能x是11吧 如果x是11的話 那就好笑 這也11啊 這也就是變成多少 是 那我114這種東西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因為 10位數值會有0到9可以讓你填嘛 對不對 而且甚至0也不可能 所以答案x等於6 另外一個數字呢 就是9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怎麼填 答案 它寫元素對不對 元素是誰 所以它就有69 好 這次給答案 好 這次寫一遍 好 好